我们知道现在对菲律宾的11项制裁启动了 在冻结飞牢的部分就能够大砍菲律宾48亿元的外汇 观光的部分也可以让菲律宾一年损失37亿的新台币 不过我们知道制裁是双面刃 我们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像2万多位台湾民众缴了团费有7000多万元是追不回来了 这算小钱 600多家台商在菲律宾设厂 台湾67亿美金的顺差恐怕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金建会主委管周敏就表示了 什么都要怕的话就不必谈制裁了 马政府大刀开闸 是一项制裁即刻启动 但要一下子斩断台币之间原有的关系 双方都会受伤 像台湾是菲律宾第十大投资国 至少有600多家厂商在菲律宾投资 光是去年就有5800万美金 而菲律宾几十年来在台湾也不过投资了12亿美金 台湾对菲律宾的贸易优势 恐怕是我们必须先牺牲的一个筹码 我们所有东西都怕这种损失 那我们也就不要去谈经济制裁 包括东西很多国家都是新兴的市场 我们也不需要说把我们的力量 或者我们的重点放在菲律宾 事实上在台湾还有每个月都想来台的菲律宾外劳 他们每年会汇回120亿台币 光是冻结菲律这一项就能大砍菲律宾48亿元的外汇 还有外交部发布了红色旅游警戒 虽然会影响到暑假要去玩的25000多人 其中有3800多人缴的团费恐怕要不回来 不过对照菲律宾一年损失37亿多的观光收益也算值得 我们基本上不会去他里面 那万一他们主办呢 那如果他们主办 我们也许就可能会boycar 就连作与英才的教育部也出手了 要全面终止菲律宾留学生的奖学金 以及国科会的研究计划 交通部更是掌握了即将登场的台飞航权谈判 如果菲律宾不尽快给出让人满意的回应 不排除极客跟航来启动第三波制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